真的,一个家庭会不会遭遇大风大浪,真的是要看男人的 我一个朋友和他老婆日子过得特别好 可他跟我说,之前他们家庭也遇到过危机 就是在40岁左右的时候 他就是突然的心理和生理上躁动了 那会儿呢,他和老婆的感情呢,也是有点淡了 恰好,有个女的跟他聊得特别好 而且越聊得多吧 他就越觉得,老婆好像不那么懂他了 他每天跟老婆聊天的时候,总觉得他老婆好像也是事儿的 他老婆问他怎么了,他也不太愿意搭理了 就越来越不愿意搭理了 并且后面跟他老婆也没有什么分享欲了 但是也不知道是上天就想挽救他们这个家庭 还是他和老婆之间的缘分太深太深了 总之,他和那个人连正式的暧昧都还没有开始的时候 他生病了 他就跟我说,可能当时人飘了,上天要给他一个警告 反正就是做了一场大手术 在医院里躺了快一个月,回家休养了大半年 他说我当时不能下床 遭罪了,大小便都得找人照顾 别说聊天了,我都觉得我的快活不下来了 但是我老婆呢,真没见他这回一次没 也没有说我这不好那不好 也没有抱怨我,也没有埋怨我 我有时候就很沮丧啊 但是我老婆还是在鼓励我 他说坦白的讲,换做数目 我未必能做到他这个份上 所以他当时就特别的愧疚 尤其是看到老婆,白头发一下就出来了时候 他又觉得自己特别不是人 人家跟他的时候,就像老婆跟他的时候 还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姑娘呢 这么多年给他生儿育女 为这个家里操碎了心 他还觉得老婆不管他,嫌弃老婆了 后来在这次病的过程当中 他就开始不浮躁了 觉得自己身体遭受的一切都是活该 但是老婆为了照顾他 跟着吃这些苦 他又觉得特别对不起老婆 所以他刚开始做完手术 还有时候因为什么高口疼啊 或者天天躺着难受 发点脾气 有时候胃口不好的时候 还会点各种各样的菜 后来他说他就再难受 他也不怎么说了 也不抱怨了 就自己可以忍,就忍着了 老婆做什么吃了给他 就吃什么 还会夸他老婆说做的太好吃了 感激了老婆之类的 最后他身体恢复了 家里的事情他能做的都开始做了 他说我是真的心疼我老婆了 我不想让他再辛苦了 说实话作为婚恋心理咨询师 什么撩骚暧昧出轨啊 这样的事情 我们真的见到太多太多了 但是能及时止损 反省 并且愿意弥补自己过错的 也真的是很多很多 都说嘛 40岁是一道卡 跨过去了 就能幸福后半辈子 熬不过去 真碰到事了 也别太担心 毕竟你还可以来找我们了吗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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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